平衡報道我們必須講第二種版本 第二種版本是王雪峰主動不要 主動要離開郭文斌 據說郭文斌還因此打電動打了一年 做宅男做了一年 非常的走不出來這樣子 又聽說降了一個版本 我聽到的版本是 第三個版本是 王作良準備要娶王雪峰的時候 郭文斌還特地打電話跟他講 說雪峰脾氣不好 你要考慮清楚啊 好怪 他的前任女友要結婚 然後他打電話去告訴他前任女友 預備結婚的對象說 欸 你想想比較接受嗎 比較清楚 他脾氣不好 而且郭文斌很怪耶 其實大家都是好朋友的 郭文斌已經當爸爸了 還要管人家前任女朋友要不要嫁給誰 我覺得他真的很怪耶 郭文斌本來就是比較雞婆的個性 他是很雞婆的一個人 不過他後來嫁給這個王作良 對不對 台大醫科畢業 你想想看 他的立委從國代 然後最後立委 就一直連任嘛 對不對 連任到2004年的 2002年 2004年 後來初選沒有過 2004年 他在北投內區後來 沒有 他初選都不參加 他沒有參加初選 他退出初選 他結了婚以後 他就想要誕出政壇 記不記得他被林從謀巴過 對 沒錯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 初選的時候對不對 叫巴鬼對不對 那時候他開始運氣不好 所以我覺得那一陣子是 自己要淡出 家裡事情又多 然後坦白說 我是聽說他爸爸雖然是王崑河 從政那麼多年政治世家 可是他跟一般的政治世家 不太一樣的是 他們的經濟情況一直都不是很好 我們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他本身是53年次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賈年生的 一個人適不適合從政 在紫布斗樹裡頭 太陽星就代表政治的意思 53年次的包括呂秀蓮也是一樣 他33年次的 在政治之路 雖然高居富座 可是也是屢屢受挫 大致難展 而本身來說尾數是3的 43 53 63 73的人 他除了太陽化劑不適合從政之外 他代表的也是跟父親或是先生 或是跟小孩子兒子 比較沒有緣分的格局 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林青霞 包括我們說的賈靜 我們都是屬於3的 這不是針對他們這個不好 是統計出來的 重點是他的面向裡頭看得出一個重點 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端端正正清清秀秀乾乾淨淨淨的 而且眉毛代表走30歲到40歲的運勢 我們曾經在節目上說過 字代表一個人像 字要按字才好 他每一張照片都看到他的眉毛裡有個字 字代表什麼呢 左忽右印 一忽百諾 能夠有群眾魅力跟平背的力量 他從政就差不多是30到40 但是94年的時候 正好他41歲滿了 正好他那時候就走眉毛以下的運勢 走鼻頭的運勢 鼻頭意思代表夫運 當然他們夫妻感情非常的好 這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到 可是這種人因為太陽星化際 有時候先生如果不得志的話 先生成就偏低的話 他有時候也容易被受到拖累 那他本身來說兩個人結婚 我們所看到的報紙是沒有生到小孩子 所以3的人 43 53 63 73 有時候都容易生女兒 像林青霞生三個女兒等等的 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 比較沒有兒子的命 所以從這裡來推論 他的從政之路 而且他的牙齒有沒有看到 他的牙齒沒有大門牙 不像我們這種大門牙 愛亂講話啦 高興講什麼講什麼 這樣看得出來啊 就看大門牙 這大門牙很清楚 兩顆 愛唱歌愛講話大門牙 他都沒有 就像胡... 胡... 正強的太太一樣 比較沒有野心啦 比較不會去跟人家爭其鬥厭 或是爭強鬥狠的 但他是一個很正派的好女人 因為我覺得女生化妝後 就是有化妝跟沒化妝 本來看起來 本來就是有差別 對 很少說有藝人化妝前跟化妝後 都差不多的 那真的 鏡頭給我 那... 就是這樣子 那真的很傻 我... 我可以做證 有一次晚上我在東區晚上 突然路上然後看到一個人 在那邊路邊罵小孩 那就是 我真的... 他真的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對... 我老遠... 我沒有罵小孩 他在跟小孩 小以大義 很慈祥 我做證的很慈祥 那我覺得其實王雪峰他其實是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在看報紙 看到王雪峰 不要說私底下認識他 我是私底下不認識他 我看到的王雪峰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可是感覺 我感覺 我覺得他對政治的那個意象 不是很強烈 你看他沒有像很多政治人物 他真的... 他一站上台 他就整個人覺得起黨 然後一走 一去拜訪選民 整個人生龍火虎 可是我覺得 從他現在這次講話 還有以前我覺得他是對 對大的事情 有感覺 他對國家的公平正義 對很多事情他有感覺 對追求人權有感覺 可是他對於 落實到政治的那種細節 政治工作 這樣其實不是人做的 你每天在弄那些東西 我覺得他沒有興趣 就像他的先生王作良 台大醫科 台大醫科畢業 但是居然沒有去考醫師執照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覺得說 所以他不是考不上 他是沒去考 沒去考 那時候搞學運 所以我的感覺是說 其實王雪峰他固然是念法律系 可是他可能對當律師 真正的興趣也不是那麼濃 王作良固然念醫 可是可能興趣也不是那麼濃 所以我覺得真的跟他們個人秩序有關 1 2 3